八戒最近的笑点,简直要被天顺长歌里新上线的角色,顾南依给承包了,显示凭借景顾南依交警,紧致让人摸不着头脑,得沙腰段子上了个热搜,剧中白景平是演角色顾南依,又大又知又不会变通,越界正准备抓他和凤之威的赵王,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底气,不仅不闪躲,还回头冲人大声嚷嚷你,策骂极邪, 危害路人,道歉,这是什么新世纪的霸道交警戏吗,总觉得下一秒故南依,就要给人赵王开张怕弹,顺便来一句,如果道歉有用的话,还要交警告哈,而后又接着被自家粉丝恶搞,不放过每一次搞白机会的小白哥,花式给顾交警批图,说他挺严格,是天生第一交警白景平, 甚至连新一介交给考试题都出好了,请问动画中一共有几种文法行为,优秀还是你们白哥优秀? 断字脑洞搞笑归搞笑,但抛开这些不讲,八姐今天要来和大家聊聊顾南依饰演者白景平的古装扮相, 原著黄权小说里对顾南依这样描写,小院废墟里突然飞起条人影,远远看去身材修长,带着沙利,天水之精的一位飞舞若流云, 她的身法极其奇异,并直自烟沉中升起,浑身上下静若明渊,黄昏的热光打在她肩, 天水之精便散出淡淡水色光滑,像一尊炫光里升起的玉雕神像,按理说,小说带给人幻想的美好,通常会常与影视剧真人表演, 这也是很多书粉不满意,喜欢的小说被翻牌的原因,可看白景平饰演的顾南依,真的像是从书中走出来一般, 一席轻衣出场,头戴斗粒遮面,一亮相便是年纪轻情却深沉耐敛的下者风范,打个架见至天下, 以一当时,动作戏行云流水,气势如虹,日常里一言不发叶刺成风景,绝美少年侧脸, 真的又有棱角的面庞,抬眼尖是青色与柔情妄降,穿上一席沙衣就被系统自动加持少年侧气, 但是出场瞬间就俘获少女心无数的白景平,简直就是八戒幻想中的顾南依本意, 虽然这是白景平第一次穿古装亮相,也是他第一次演古装剧, 但不得不说,顾南依这个角色,真的非他莫属,天圣长歌剧组这一个接一个的神仙学角大获好评, 再加上隔壁,演戏攻略,如意转,昧着吴家等几古装剧的热播, 也让更多人关注着古装剧演员的选角戏版像, 有人觉得演员颜值高就适合演戏, 但说实话,虽然演员们都是从千万人中金飘戏选出来的高颜值代表, 可尝得好还就真,不一定意味着就适合古装剧,周冬宇的现代戏, 无论是霍金马奖的七月日安盛,还是今年热定的后来的我们, 他脸上都透着一股灵气,这点也为角色增色不少, 但在他2013年公所城乡与他的古装版像,就不那么适合他, 让人总感觉就像是卖展上没VOS到位的Cosplay莫名出戏, 后来东宇接受采访时也说过,曾经也有大型古装连续去找他, 想让他去演一个古代世纪美人,被他推掉了, 你们觉得自己实在适不适合,有演员不太适合扮古装, 但也有演员天生,就该走古装路线,比如演戏攻略, 种女主为英洛的扮演者吴敬妍,燕为英洛扮古装, 漂亮灵洞又俏皮,但在看现代妆,虽然人也是美帝, 但总感觉似乎没什么特点,再加上标准的空气刘海丸子头, 让人很难记住这张脸,适合古装的女演员往往仗的也比较古香古色, 樱桃小口扒张脸,眼睛绕大,脸呢不能太有棱角, 比如古装戴上极美的高圆圆,天仙姐姐刘依飞, 一代穿起王祖贤,都是古装美人代表, 而男生则往往要么浓眉大眼,轻眉见目,两脚分明, 比如最近演戏攻略,中的少叶复衡, 狼牙榜仙姐中圈粉无数的虎哥,天圣场歌的男主陈宽, 温柔细腻的马天宇,以及演戏攻略中的皇上孽远, 都很适合古装版像,年起起来,也都很有代入感, 所以说,这演戏玄角,还真不能只看长得好不好, 最重要的还是适不适合,神仙寻角背后的学问, 可大家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